帶您關心的是雲林縣的選戰 國民黨籍的現任縣長張立善 他提出了二零三零前進雲林的願景 希望讓雲林知名度 更能見度再提升 民進黨是派出現任立委劉建國來挑戰 面對縣內的人口老化嚴重 是主打爭取國家高齡福祉研究中心 強化鄉親健康長照等福利 另外第三次參選的 雲林縣長無黨籍的林嘉瑜 強調臺灣需要多一點包容小黨的空間 選戰介入倒數 雲林縣爭取連任 國民黨縣長候選人張立善 選擇在二十個鄉鎮各地的廟宇 傳達施政理念 要讓鄉親知道三年多來的努力 成績和未來目標 和平經濟黨雲林縣長候選人劉建國 首場突入敗票 則是選在胡偉政見國裡出發 希望能走到雲林每一個角落 用心服務爭取建設 聽取基層民眾的聲音 胡偉可以打造成為一個醫療照護的重症 所以今天我們非常展現這樣的誠意 來希望可以讓更多的會證明 對我們來支持跟肯定 武黨籍第三次參與雲林縣長選舉的 雅伊斯林嘉瑜 雖然未設任何競選轉部 也沒有做競選宣傳 但強調臺灣需要小黨參與政治的空間 整體上強打執政三年多的政績 在教育社福文化觀光 農業產業和環保交通與建設 八大面向 都提升憲民的幸福感 這次以雲林上場加速前進 以及二零三年前進雲林的核心理念 原來雲林徹底轉型接軌國際 劉建國則認為 雲林人口老化嚴重 要加強雲林醫療資源 讓雲林成為長者樂園 移居城市 已向中央爭取在雲林成立 國家級高齡醫學技健康福祉研究中心 雲林 休息來第一個國家級的研究中心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台大二期的擴建 從六十五億爭取到了 但是因為營建物價的飆漲 最終最終也再度拜託蔡總統跟蘇院長 那8月15號 今年8月15號正式在台大雲林婚宴也做宣布 拉高到九十九點六億 我想要贏 我想要改變我們的運動 面對總統蔡英文多次南下班 劉建國站台 在立場平常心看待 他說他這次沒有成立競選總部 而至於二十鄉鎮市長或民代候選人 設立聯合進總 就是希望能整合資源 更接地氣來擴大服務 而劉建國則說 這兩三個月來前跑基層 聽見不少民眾真正需求 會以中央地方一條心 希望拼盡縣府來延續更多的好政策 記者網上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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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